AudioJungle 民众拜年,这是领导人唯一一次到央视春晚现场,早在1983年春晚时,中央电视台导演黄一鹤,就想邀请领导人到场,但一直未能实现,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惊喜。根据黄一鹤回忆,我们也没请他来,他也没通知,当时,他正在导演间忙碌,马上就到12点,主持人赵忠祥该上台零点报时了,就在这时, 接到紧急通知,江泽民和李鹏要到现场,抓紧时间准备,黄一鹤和赵忠祥都愣了,准备,怎么准备,时间紧迫,只能安排在零点后宣布消息,时针指向12点,演播大厅里一片欢腾,赵忠祥不得不打断欢呼声,宣布这一消息,而此时,江泽民和李鹏,已经出现在了门口,走上台后,江泽民和李鹏, 先后向中国全国民众送上祝福,江泽民说,想借春晚这个机会,在90年代第一个春季到来之际,向全国人民拜年,李鹏讲话时谈到, 演员同志们在这里演出了非常精彩的节目,自己作为一个电视观众,向演员们表示感谢,祝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,在新的一年里欣欣向荣,随后,江泽民和李鹏下台,与演员和观众握手, 从当年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,江泽民在握手时对江坤说,我一看就知道你的名字,你今晚表演得淋漓尽致,又对春晚新面孔逢拱说,你也是,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你的相声,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大约六分钟, 但正因为这短短六分钟,中央电视台春晚开始自身的转型,而政治色彩也渐浓,值得一提的是,1990年春晚,赵本山携小铁相亲,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,宋祖英也首登春晚舞台,唱响小碑楼。